来辅助以旅游为目的的二元英语学习 然后这是出自Computer Assistive Language Learning Q1的期刊 好 那在开始之前 我先帮大家整理了名词解释 因为这一篇里面很喜欢用一些缩写 所以怕就是会看不懂 然后现在要先学起来这些英文单字 第一个是旅游英语 叫做English for Tourism Purpose 是ETP 然后作为特定用途的英语 就是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 再来是最重要的 基于场景的虚拟现实 它叫做Cineering Based Virtual Reality SBVR 之后会一直出现这个字 然后再来也是一个会一直出现的字 它是在形容一种 使用技术和设备来学习的类型 然后这些设备包含了就是电脑啊 或是文法增强器或字典这一类的 所有的设备统称 然后它叫做Tenology 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 简称TELL 然后也因为这是一个总称 所以它下面还有一个子阶级叫做CALL 它是在强调用电脑来辅助语言学习的 那再来是一个 呃在这个领域里面很常用的叫做英语作为外语的简称叫做EFL 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这样子 然后这个要记得哦 等一下才不会看不懂 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然后就正式进行 然后第一章Introduction 它分成了背景问题跟目的来讲解 那这边它第一段的背景是在概述VR这整个东西 然后它一开始的第一个part先用TEL 就是刚刚说的用设备来辅助语言进行学习的这个东西 点出了VR的主题这样子 然后它说TEL最近见证了利用VR代替了传统多媒体材料啊 数位学习按教人等方法的发展 它第二个part再讲VR的基本定义 它说VR是透过头戴式显示器啊手套啊等等之类的 让使用者可以完全沉浸在3D模拟现实中 那它第三个part是在说VR的一些特性 它主要是分成了可以互动的 例如使用者与VR云间互动 以及不可以互动的就是像是观看360度的影片这样子 好 那它的第二段是在讲VR沉浸式的显示 跟荧幕的显示的差异 那它一开始先讲了荧幕显示的基本介绍 然后这边还举例第二人声这个互动游戏的例子 它说第二人声是一个情境化的游戏 它从第三人声视角例如你的化身 就是你可能有一个虚拟的人在里面 然后跟其他人或是物体去互动 然后它第二个part就转折去说 沉浸式显示为什么会比荧幕显示好 它说尽管就是荧幕显示可以培养 语言啊逻辑听觉空间这些内在的技能 但是他们创造的沉浸体验还是远比沉浸式的VR还要低 那再来它第三个part就当然是在讲说沉浸式VR的优点 它说在输入和输出的装置支援下 使用者可以从第一人声视角接收全景视图 并体验及时呈现动态物件行为 和互动式学习的回馈 那它第三段依然是在讲背景 是在讲VR跟语言学习的关系 那一开始是在讲说VR跟语言学习之间 它的用途到底是什么以及正面的回馈 那这边有提到说语言教育工作者 就是采用了VR这个技术 是为了增强使用者的语言学习体验和成果 那随着这些技术的融入 VR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跟积极的回馈 那它第二个part就举过往的文献来说明说 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讲 那它就说例如日本EFL本科生 EFL就是English as Foreign Language 这样子 然后它说本科生表示 就是语基于就是语音视讯的口语互动相比 VR是最令人愉悦和有趣的学习模式 那它第三个part就点出了VR在语言学习的优点 它说VR有效提高的灵活性 创造力互动性 协作力解决问题 和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 因此更多的语言学习场景 可以利用VR来获得教育效益 那它第四段的背景 在讲旅游英语的重要性 因为题目是在讲以旅游英语为基础 所以它先讲了旅游业新盛 而且英语是国际语言 然后这边点出了由于英语是全球旅游业的预设语言 所以当地的旅游就是导游必须要掌握ETP ETP就是旅游英语的缩写 那它第二段讲了ETP的介绍 它说ETP是由四个维度去组成的 包含了餐饮服务 银行空服务银行 酒店服务银行 跟导游英语 然后第三个part在说为什么需要ETP 然后主要是为了提供国际游客优质的服务 所以它需要培养更多互动交流能力 以及对旅游类型词汇文法和话语的熟练程度 好 那它的背景讲了之后 它就开始点出了它发现了问题 那说在这个趋势下面 台湾的政府制定了就是培养旅館和旅游专业人才的政策 没错 因为这是台湾人写的 然而ETP中真实的语言练习不足 尤其是考语和写作 这是它最主要针对的一个问题 然后它也说在台湾和许多其他EFL环境中仍然是一个问题 那这边它又再次提到第二人生这个线互动游戏 然后它说可以借助曾经是VR 为原学习者创造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真实学习体验 那它接下来说由于ETP交流 涉及大量的口语和书面文字 曾经是VR呈现了360度音讯还有视讯 以及文字的输入可以有效的支持语言实践和熟悉社会文化 因此它会使用这个东西就是360度的VR 然后再来它又提到尽管口语和写作都要求学习者进行内容规划 还有语言编码 但是写作和口语中语言产生的认知处理却截然不同 所以这边帮大家画了两个重点 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ETP中真实的语言练习不足 尤其是口语和写作 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口语跟写作 它产生的认知处理不同 所以它要分开来探讨这样子 没错接下来就进到了它的目的 因此本研究只在探讨曾经是VR 是否可以提升ETP口语和写作技能 以及VR如何促进ETP口语和写作技能的发展 一个是是否可以一个是如何促进 再来就是它提出了几个研究的问题 那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结合目的地内容和旅游英语使用的视觉听觉和文字输入 是否会促进基于场景的虚拟实境二元学习中的ETP口语能力提升 第二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在探讨的是是不是可以促进 就是ETP写作能力的提升 那第三个 ETFL本科生对于使用基于场景的虚拟实境 学习旅游英语有什么看法 这是它提出的三个问题 好 再来我们就是进到了研究方法的这一个part 然后这边会分很多个章节 像是二元学习 SBVR 然后对象 步骤 然后材料 跟它的数据分析 这样 好 第一个部分它主要是在讲二元学习 那它这个VR任务的架构是基于沟通语言教学法 CLT和CSCL的策略 那这个东西它是就是语言学上面常用的一种方法 那CLT教学法可以有效的训练学习者的语言化 与跟社会文化策略互动和公式化的能力 那它这个步骤呢 它是把曾经式VR游览为就是最大的框架 然后透过虚拟实境游览不同的目的地 然后参与者可以聆听虚拟导游的讲解 那透过这个讲解之后呢 它就认识了这个VR里面的导览嘛 最后就是因为它是二元学习 所以旁边的那个参与者会 就是问你在看VR的这个同学一些 他列出来的问题 然后他会回答那些问题 所以在这个交流当中 他们就得到了一些练习 然后知道了一些要记住的目标细节资讯 这样子 好那这边插播一下刚刚说的沟通语言教学法 也就是CLT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是英语十大教学法之一 然后是以学义者为中心 从课程的设计到教材内容选择 还有活动安排 都是以学生的特质需求跟兴趣为主要依据 那它主要的诉求就是让学生 从自然的情境啊 活动进行口语的沟通来学习英语 就像刚刚你在导览之后 然后跟你的同学互动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个东西 它把语言视为教育中沟通的工具 而不是学习的目标 所以它不是为了成绩在学习 而是为了开口讲话而学习 那它教学特色以下就是 食物教学 然后先听说再读写 第三个是在课堂上用英语来自我沟通 第四个是用游戏的方式提高意愿兴趣 第五个是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 再来最后就是重视表达的流畅度 不用担心你犯错这样 再来是提到第二个策略叫做CSCL 然后它是研究 就是人们如何在电脑辅助环境中一起学习 然后用引导式互相提问中的语言提示 可以帮助学习者共同累积知识 并提高学习成果 那这个东西它可以与基于任务的教学法结合 然后去促进语言的产生这样子 那以这个研究的例子 就是它跟二元语言学习绑在一起 所以这边就是可以更有效的去提升这个策略这样子 那这边它有另外说就是对错误话语的二元互动回馈 已被证明对于外语学习是有效的 意思就是你在两个人对话的互动中 就算你们有讲错 但还是依旧是对你们交流口语上面学习是有效果 有正面效果的 所以不用担心讲错 好 再来这边一直提到的第二人生来特别讲一下说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款网际网路的虚拟世界 然后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就是有很多立体的人物啊 然后可以跟所有的互动 只要是想得到的都可以去做 就是很像是你们玩过的模拟市民这种类似这种游戏 只是它是VR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跟这个粉红色的酷妹讲话 或者是摸她头发之类的这些互动 虽然你可能不想 然后那我们这边再讲回这一张图 这是二文学习 然后为了提升参与者的ETP语言能力 他把SBVR脚本大入了鱼油英语中使用的宣传员 然后参与者会同时接收视觉听觉和文字形式的语言内容 他们在观看跟聆听这个VR导游的 同时还看到萤幕上竹字叠加在场景上的文字 所以让他们不仅可以透过视听还有文字输入 将语言内容与实际场景联系起来 还可以熟悉话语导游 就是他们讲话会用什么方式这样子 那这个竹字阅读文字可以减少他们 就是听觉输入之后的认知负荷 特别是看到拼字的形式可以帮助他们提高旅游宣传写作的水平 所以他刻意加入了这个部分 那这边补充性二元任务 可以帮助学习者在记下脚本中的单字片语和句型 并且透过反思 然后让每个目的地以及氛围 获得公式化能力 就是他可以瞬间的回答出来 你这些基本的问题这样 好 再来是SBVR的内容设计 那这个是基于场景的虚拟现实 内容设计 然后他分成了三个部分 就是第一点是先确立学习目标 再来是用EDU Venture VR 在平台上编写他的学习内容跟活动 再来第三个是创建二元任务 我们先说第一个确立学习目标 他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高超率的ETP技能 所以尽管没有明确的指导 但是整个影片都是由VR的一个代表介入 叫做台湾旅游 应该说他把台湾旅游变成VR版本的 然后播放给大家看 所以右边那张 诶是右图我打错 右图显示了VR影片介绍部分的视觉和文字结架 就是他刚刚说的要把文字的内容 导入到VR的360度的场景里面 然后让他们可以看到文字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在EDU Venture VR平台上面编写学习内容和活动 那这边内容和活动的发展 侧重于有关目标旅游景点的资讯 以及简单到更复杂的句子结构的ETP语言的使用 他这边有分三个等级 就是低复杂度结构指的是名词、动词、介词和复词片 那中等复杂结构就叫做位语 但是位语这个东西就是句子主词以外的部分都叫做位语 然后高复杂结构包括带有主词和数词的完整句子 然后这是他的内容这样子 那至于二元任务 就是我们因为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进行的 所以一个学生会带着耳机观看VR视频 然后另一个就是会口头询问他一些工作表上面的问题 那这个工作表也是这个研究者设计的 所以他们在透过这个交流的状况就可以达到这个二元任务这样子 好 再来这边补充一下什么是EDVentureVR 就是它的开发工具 然后这边其实也可能连续 你们到时候想玩玩看可以按进去 然后它是一个研究人用来创作和执行SBVR影片的平台 就是你只要注册然后backlog可能没有批准那你就可以免费使用 然后这个设计设计而创建交互是360度VR视频 导入了听觉跟视觉还有文本 那这边所有的动作都可以记录在日志资料库中 然后教师就可以看到每个学习者在每个互动元素上面花了多长的时间 以及它的准确是多少 所以这是一个教育界专用的VR建构平台 你可以这样讲 那再来是三之后之一这边是在说旅游英语的学习内容 它这边把它所有的学习内容都用表整理出来 那整个VR影片都是在刚刚说的那个VR平台上面制作 模拟了一个台湾介绍中部的旅游经典的线上节目 叫做台湾旅游 那学习内容包括ETP中的词汇啊端语跟句型 然后有一些内容是改编自旅游英语的字眼 这个QuizLady面的内容 然后我又打错左右了 是右表提供的ETP词汇 表达句型以及互动元素的范例 所以这边整个内容全部都是由那个台湾旅游的主持人在介绍 那再来就是讲到研究的对象 他研究的对象是在大二的英语课做了单组的准试验 对是单组然后参加者包括了38名资讯管理跟国际事务 或国际商务专业的学生 那他们的英文程度在A2至B2的等级范围 没有一个学生有用过VR 然后由于课程以英语表达能力为主 那这个VR的活动是延伸的活动 所以除了VR活动之外没有关于ETP的教学 所以他们在这个旅游英语口语跟写作方面的表现 可以完全的归功于这个体验 还有补充性的二人随时的这个东西这样子 这是他的对象 那再来就是他研究的步骤 那他总共有七个礼拜的研究 那包含了前册啊 包含了介绍前册SBVR二人学习的介入 后测后调查跟延迟后测试 那SBVR二人学习工作表要求学习者 记录每个旅游目的地的讯息 然后记下他们在这个影片中听到和读到的那些词汇啊 端语句型 并反思他们在每个旅游目的地感受到的氛围 那他们记完笔记之后 每组必须合作回答20个简单题 这些问题重点都在关注他们 在这个VR之旅中 访问的每个目的地的详细资讯 对然后最后再来就是后测跟后调查 还有延迟后测 好 那这边是他实验的真实的情况这样子 左边就是他在教室中的前景 然后因为他这篇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他到底是用什么装置来进行 我这边就去找了一个看起来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产品图这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他其实就是把手机放进这个头盔里面 所以他就是应用了一些可能曲面镜之类的吧 然后让他可以看起来像是VR行镜 对这边有看到手机然后它是平板的 好再来就是他使用的材料 刚刚有讲到他会经过一些前测后测嘛 那他这边就是在讲说他的那些考试的内容是什么 以及他后面有一个就是问卷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也在讲这个问卷是怎么来的 好再来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考试的内容 他说口说和写作测验分别在第二周第四周跟第七周进行 前测后测延迟后测的题目就是下面这些 但是这些题目略有不同 但是本质上都是在促使参与者描述和宣传台湾中部的旅游景点 那前测参与者是依靠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先辈知识和现有的语言技能来宣传旅游景点 那后测就是我们体验过那个VR之后的一周 他们是依靠他们在那个VR的里面学习到的新知识来宣传旅游景点 那为什么会有延迟后测 他的考虑是因为有短期基因的影响 因此在就是后测的三周后再进行这个延迟后测 以减少这种影响 所以他总共会有三次的这种test 对然后要怎么去对这些test进行评分 针对口语的部分他是用录音的方式 然后请了两位就是富有经验的音语教师 然后针对四个维度进行评分 第一个就是主题发展和流畅性 第二个是语言准确性 第三个是目的地推广 第四个是发音 那至于针对写作的部分 他是请了同一位的应该说另一位的教师来进行评分 然后他着重的目的是在就是你对于这个景点的宣传 所以第一个是宣传目的地 第二个是使用复杂的词汇来宣传每个旅游景点 是他主要分析的内容 好然后最后就是在分析参与者 在VR影片中显示的目的地知识保留 和ETP语言复制的实力数量 也是研究者本人会去考量的范围 再来是他的问卷 就是在我们SBVR的二元学习结束后 参与者都填写了一份包含28题 然后5点式的理科特量表 那这个问卷包含了9个构面 异用性是123题 效度是45679题 然后沉浸式学习经验是8011题 VR学习设计是1516题 动机满意度快乐程度是12 13 14 27 然后有用性是18个28 二元学习是17 23 20 ETP中的自我效能是19 20 21 22 26 还有对ETP的看法是第25项 我们这边可以调一下来看他的题目是什么 The EUD Venture VR Learning App is easy to use 他好像打错字了应该是EDU吧 EDU Venture VR Learning App 反正就是类似这种题目 然后这个问卷它是由TELL L学习领域的专家进行了验证 然后他在预测试的时候 用了实位去测试说 这个问卷的性度是可信的 所以这个问卷是他自己设计的 再来最后的结果的部分 好那第一个部分先针对口说的地方做了结论 那口语的四个项度中就是刚刚提到讲师评分的那四个项度 语言准确度和目的地推广有显著的提升 那前侧和后侧之间语言准确性有所提高 那后侧跟延时后侧之间目的地推广的那一个项度有所改善 具体而言在目的地推广方面 评估者发现旅游推广语言的使用增加 那表三列出了旅游推广的实力 也包含了延时后侧目的地的详细咨询 所以他们旅游推广语言使用增加 它这个部分就是由这个里面去找到 他们在口说的时候有没有念出这些句子 像是我随便挑一句点你们听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ourist Taiwan Today I will introduce some tourist spots in Taichung for you 如果他们有讲到这里面的东西的话 就是会加分 然后如果讲越多就分数越高 然后对他就可以由此推断说 他们的里面推广的语言的知识有增加 好,再来是他写作的部分 那就SBVR对写作中的ETP语言使用的影响而已 参与者在前测和后测之间 仅在使用复杂词汇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改善 那从前测到后测和延时后测的测试 知识保留和ETP语言复制都有显著改善 也就是说在刚刚就是有教师来评测他们写作的那个部分 是前面这两个只有其中一个提到的改善 然后后面这两个是就是透过研究者自行去推断 他们是否知识保留跟ETP语言复制 就是我刚刚在演示的那一段 就是他们可能有用到那里面 VR里面教学的某一段句子 由此去推断说他们有用到这个句子 所以他们知识有保留下来 他们的语言有复制下来 对 再来就是 他对就是参与者在SBVR中学习的一些看法这样子 那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者对SBVR学习持正面的态度 那他们青睐他的原因有异用性有效性 曾经式学习体验实用性二元学习跟参与者的ETP自我效 那他们有两个地方是持中力的看法 也就是VR学习设计动机 还有满意度也快乐 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到很快乐 所以持中力太多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在这个二元学习任务的期间 学生回顾了他们对每个VR场景的感受 那他们最有感受的应该就是目的地的特征 再来是SBVR的使用者体验 再来才是第三个才是谁适合到访 第四个是人们可以做什么 意思就是他们最冲击的最有印象的就是台中那个地标的特征 对意思就是这样 然后最后是discussion SBVR二元学习对增强ETP口语的影响 他把它分成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情境培养口语的能力 因为口语作为一种技能是依赖情境的 所以就是事实证明如果在VR场景上面 他的音讯啊视讯和文字输入 对培养学习者ETP口语能力是有效的 那再来是文本的输入有助于减轻 第二外语学习者听力理解过程中的认知符合 所以加了文本可以减轻他们的认知符合 那特别是这个环境中提供的输入可以有效提高 他们口语中这个语言的准确性 还有知识保留及复制的程度 那研究人员有推测说 由于这个沉浸式教学模式就是很有限 时间很有限 所以需要较长时间和明确指导的练习的 像是英语的流利度啊 还有英语本身发音的问题 这两项发展在本研究中就没有那么的明显有改善 那语言准确性跟目的地宣传这个提升 应该是可以归功到他研究框架中的社会文化 以及另一个是语言的学习能力这样子 那就是因为他们在透过这整个过程中 他们可以去聆听并且摸放就是VR导游解说员 说话的方式跟说的句子 所以他们就可以就是更流利的去使用这些句子 然后在二人学习两个人可以就是共同去回忆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去建构这些单字啊片语跟句型 所以让他们培养了公式化的能力就是我一问你就知道回答什么 然后另一个人问你也知道回答什么 对 再来对写著的影响跟口语很像 但是学习者在VR就是环境中提供的视听输入中受益 那包括内容语言表达以及高级智慧的使用 然而就是对于推广目的地而言改善并没有很显著 那这个结果可能是由于就是复杂的写作过程造成的 因为学习者并不能正确的去拼写一些目的地的名称 或是按照语法去建构正确的句子 那他在观察下来之后发现在口语录音的过程中 有一些参与者他会用他原本的母语来表达那个地名 就可能我说到一般突然讲了一个中文单子 然后去补足我在口语中的补足 但是这种补偿的策略没有办法用书面的方式表现 所以他们在写作写一篇英文作文的时候 不可能在中间插了一个中文字在里面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用这种补偿方式 所以尽管他们在他们的认知库中保留了 就是SBVR目的地的新知识 但是他们有限的写作能力 还是会导致这方面改善的微乎其微 那再来是教学的意义 那他这边也是翻查了三个 这边有提到说 虽然这个VR辅助语言学习仍然是起步的阶段 但是这个研究中确定的好处证明 VR是一种有前途的语言学习工具 然后还可以继续在语言课程中设计和实施 那ETP特定类型的动作和策略的结合成功的建构了就是多模式语言输入以及促进沉浸式体验和情境化的SBVR 具体来说就是第二语言教育者可以透过音幕上的逐字文字为英语能力不发达的学习者 减少他们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认知处理 最后就内容的有效性来讲 SBVR二人学习指导框架中导入的社会文化跟语言和元素高度还原了现实 所以这对于就是成功使用这个VR3D环境实现理想的结果非常重要 那他还提出需要创建更多关于VR学习的理论框架 那就可以巩固任何技术设计及其实施 最后他提出了限制 因为参与者总共只进行了120到150分钟的这个VR二人学习活动 那这对于提高发音和口语流利度来说 他觉得太短了 那其次就是三名学习者报告 因为他们近视的关系 所以戴这个VR眼镜感到特别的晕啊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改用直接在手机上面观看了这个影片 那第三个是由于时间的限制 加上这个班级英语水平的关系 研究人员没有办法去教他们如何撰写复杂的旅游手册 所以写作测验就只限于向外国游客介绍台湾中部的文字 然而从向外来看这个用VR进行ETP写作的目标 是要让学者掌握旅游手册的写作技能 但显然是没有达到 最后这个研究是单一的维度 所以他只分成了单组 他觉得应该可以设计更多项目来进行内部一致性的评估 也就是说他应该要把学生再分更多组 而不是只用单组进行测试 那最后这是他的看法 整体而言就是SB VR20学习是有益的 然后他们认为VR学习模式对他们的学习产生的正面的影响 那从本质上来讲就是第一点 这位型手机头戴是显示器VR的这个目镜易于操作 然后可以作为易于课程的有用工具 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推广的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VR的平台提供了旅游英语单字和端语 有效帮助他们了解旅游目的的一些目标 那第三个就是VR学习有效地训练了他们的听力技能 然后二元任务的部分则有效地促进了他们的VR学习 他们错过 第四个是他们透过ETP亲近获得了自我效能感 我也不懂为什么 但是他们听了那个VR导游讲了之后竟然会有自我效能感 总结来说这支体验对他们来说很有价值 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沉浸式VR学习模式 体验顺利其境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认为说SVR只能帮助他们提升听力 而不能提升他们的阅读口语或写作能力 那这种就是研究者认为对这种听力的看法应该跟参与者 直接回馈的口语改善有关 就是事实上他们更注重听力而不是阅读文本 所以这个也这个状况也解释了就是他们在目的地宣传方面 口语比写作还要改善更明显的这个部分 因为他们不重视那个部分 好 再来是他对未来的展望跟这个机会这样子 那未来就是说可以用更多样化的内容去设计这个 曾经是VR对特定语言学习目标的研究方向 那以及他提出可以针对不同学习风格和偏好的语言学习者 像是那天提报有听到有一个人要针对冻觉型学生 就是类似这种概念 然后所以他们进行语言处理中涉及的挑战并进行分析 那第三个就是进一步开发VR的内容 探索如何更有效的提升ETP中的旅游协作 好 那今天的大人的故事时间就到这边结束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想问的呢 小朋友有疑问时间 呃 因为刚刚 好 刚刚好像有人传讯息给我 是子萱吗 没看到 是吗 还是谁 对 我们刚结束 结束前的词文 好 我们先来问就是我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蛮好奇 他有说推荐要多久的时间 他刚才说他的 他觉得他的 他觉得太短 对 他说120到150太短 但是他没有指出到底明确要多长的时间 应该是留给后人去研究 应该就是留给后人去研究 说到底多长是一个限制 因为他在这个研究里面没有办法验证这件事情 刚刚是不是前面有人啊 对啊 谁啊 我哥啊 是哦 他用爬的 然后他们就一直跟我 我就想说 嗯好 现在录影要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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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之前没有听懂 刚刚他说在VR中旁边会有个人 哦 因为他 该怎么说 就是有两个人 然后他们是一组 但是只有一个人会带着那个VR头盔 然后去看那个VR导游 跟他导游 台湾中部的一些旅游景点 但是另一个人就是坐在旁边 就是等他看完了那个VR介绍之后 旁边那个人就会开始问他 研究者设计的一些问题 可能就是说 哦 这个台中的景点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用英文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带头科的那个同学 就要回答说 哦 这个叫做什么名字啊 台中的地标是准备歌剧欸 他这边有做一些场景 我看一下 因为他没有特别说是哪里 他就是针对那个 台湾旅游这个节目里面去做延伸而已 好笑啊 那你刚才有说他会 他有说说拍这个 哦 这边这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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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哪里 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这台很像那个欸 那个什么T恤的某个场景 哦没有 因为它是360度场景 所以你会看起来很像HDII貼图 对啊 但就是那个样子 因为他就是把那个场景这样子拍了一圈之后长那样子 我拍中火车站的感觉 我没有去过高铁所以我不太久 但是第一个看起来很像火车站 新的火车站里面的那一部 反正那不是中 这哪里不是中 所以这样郁震有听懂就是他们 为什么他有两个人 就是他们要互相问然后回答 然后第一个人看完之后结束 问完之后就是换下一个人 所以另一个人也会带头盔 然后再进行一样的事情 所以他最后得出结论是写作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他们只会用更难的单字而已 但是对其他方面就没有太大的 所以更难的单字在他这个研究有算是语言提升吗 还是他不是一个指标 是他是一个指标 他在我记得有一个老师那个图 对使用复杂的词汇也是一个评分向度 那这样就有打到一点目的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到口语这么显著的提升 但是有有一点点微乎其微 他有说微乎其微这样子 不要语言 那他们英文程度那A2跟B2是算好吗 A2跟B2喔 我看一下喔 A2是B2 A2是350到59 没有啊 B2是750到89 所以他们总共就是350到879之间 所以他们总共就是350到879之间 多一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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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只有300 300其实也不太OK 所以有点感觉好像很大 所以有点感觉好像很大 但他因为他只分单组 所以他没有特别把他们分一名而已 所以他后面的限制才有说 他觉得可以分更多 对对对对 那他有说他 他 哦因为他没分所以他也没办法 就是说谁就選 谁就選 对啊 就是因为他没分啊 他只分了单组而已 但是他分的有点那个 好笑 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前面不是有列 一个什么 RQ1 RQ2 RQ3 就是这里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是research crossings 而不是hyphathesis 我就想说 这个会不会是教学时间计划 就拿出来头一起看 不然为什么是研究问题 而不是假设 对不对 哦 我觉得有可能 很多个字 要再去查教学时间计划 或者是查教学时间计划 等等西安可以查 等等 那在查教学时间计划 终部语言学题 应该会有 - 靈光人,靈光人有什麼想問嗎? - 請問那個二十個檢查題是 - 二十個檢查題 這個我可能要去找一下他原文裡面有沒有列那個檢查題 - 所以他附路上有沒有特別說 - 他有附載,因為他有很多個表 - 然後內容有點多,看一下喔 - 好吧,如果是我也會特別去看 - 我不會看他二十個檢查題,到底要問什麼 - 在那個問幾問 - 喔,這邊有個文書,我看到了,我看到你要的東西了 - 好,我們來看看這一個表 - 哇哦 - 喔,這個表是他們要在做完那個VR的 - 那個叫什麼啊? - 那個VR影片觀看之後他們那一個人要寫出來的東西 - Where are you? - High speed rail station - 類似這種 - 在高鐵站欸 - 對啊 - 所以他是用情定 - 他沒有用特別說一定要用地標 - 他是用那種,就是你在高鐵站或火車站遇到你要去哪裡 - 然後或者是這種,這種會遇到很多不同地方跟人的這種需要介紹的一個情境 - 嗯,他好像有三個地圖吧,看他看他的那個圖應該是有三個地圖 - 喔,這邊是林芒耀的那個short answers - What city did you visit? Taichung - 這是你要的嗎? - Why is the weather in Taichung light accruing to this VR tour? - 對,他們就是問這個 - 那些學生都有在這個時間上的人在砸嗎? - 沒錯,他們就是要問20個檢查題啊 - 他們在看完之後旁邊的人要拿著這個問那個看VR的人 - 哈哈哈哈哈哈 - 20個 - 欸真的20個,讚喔 - 蠻好笑的 - 他們是先進行一個人看一個人問之後 - 然後延期後送去隔多久再一次一樣的題目的問號 - 他是用不一樣的題目 - 他前面有說他不太一樣,但是是類似的 - 但是第18題是什麼 - 這是一個吃的嗎? - 豬肉和牛肉 - 那就是香腸嗎? - 還是米腸? - 大腸和牛肉 - 大腸和牛肉 - 沒錯 - 對,他們後測試 - 他們是先前測試 - 就是還沒看VR前先做一個test - 然後test完之後做VR - VR完之後再做一個test加問卷 - 然後過了三週之後做一個後測試 - 所以總共有三個測試一個問卷 - 嗯,教學的這點 - 哈哈哈 - 哈哈哈 - 他們是教學的這點 - 啊,是教學的這點 - 哈哈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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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完自己看完這一篇 - 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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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發 - 或者是說 - 妳的比較值得學習的地方 - 雖然有些地方聽起來有點好笑 - 我覺得他好繁瑣 - 但是有可能就是因為計畫需要 - 所以才把它弄得這麼好 - 我現在發現能上Q1跟Q2的職業都寫得超級相近 - 包括他的前面的那個設置跟他中間進行 - 我覺得那都是在一般國內的文章比較少去看到 - 我啦,以我來講 - 我有一個就是看到他蠻優勢的地方 - 就是他說的他用的那個設備 - 是可以有很多個 - 因為他一組學生有38的 - 欸,一般的學生有38的人 - 然後兩兩一組嘛 - 代表他要除以2的數量 - 喔,那我覺得他沒有說他VR用的是什麼 - 喔,剛剛丟給大家看那個 - 在哪裡 - 這裡 - 這裡 - 嗎 - 奇怪,去哪裡了 - 嗯... - 嗯... - 這裡哪裡啊 - 為什麼找不到 - 因為像我們裡面的學校 - 為了就是搭上那個... - 不知道耶 - 喔,這個 - 這個叫做VR Box 2.0 - 看起來好重 - 你們看到他們兩個兩個 - 一個...一組就有一台耶 - 代表這個東西很廉價 - 所以他可以 - 給班上所有人 - 也不是所有人 - 一半的學生至少都有一台 - 但我以為這是超重的 - 因為他會夾一個手機 - 嗯...所以他會掛一個手機 - 在自己的頭前面 - 好啊 - 今天的 podcast到這裡 - 謝謝各位聽眾的收聽 - 我們下集再見 - 晚安 - 晚安 - 歡迎 - 你們有賽我們 - 歡迎 - 參倫 - 他們 - 早 - 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